女嘉宾赵女士48岁 来自河北教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 她叫刘仙涛 我的意思是 您跟她的关系 我们在一起三四年了 男女朋友 对 情侣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住在一栋楼 邻居啊 我住楼下 她住楼上 我俩互不认识 突然有一天 我家卫生间上面就漏水 我想赶快上楼去找吧 我就敲门 敲门他打开以后 一看一个高大的男人 屋子里有一个 特别大的画案 案上是一幅 巨幅的山水画 他手里还拿着毛笔呢 因为我父亲 他是搞书画的 我从小呢 看着我父亲和同事画画 我也喜欢看画画 这样我就对他 他有一点好感 然后我就跟他聊起天来 一个女人的直觉吧 他可能是一个单身的男士 然后我就说 我喜欢写诗 我经常写文章 他挺高兴 他说我初恋的女友 就爱写诗 他说我自己年轻时候 还写过诗集 我一看我俩能谈的地方 特别多 所以我俩就互相留了微信 我要下班晚了呢 他就把饭做了 他就招呼 他说上我这来吃饭吧 我也乐不得的 有时候看他卫生间 鞋子那儿泡着 我就主动给他刷了 这样我们就相处了 一年半 我们就在一起了 因为毕竟 快年到半百了 毕竟这属于半路 然后彼此珍惜 都单身过呢 这样就到一起了 挺好 特别好 我上班他接我 送我 给我做饭 我特别珍惜他 可是最近 他就提出来 要到南方去 南方很大呀 到苏房 怎么了呢 我有一个诉求 就是啥呀 他非要去杭州定居 我父母啊 岁数特别大了 就古兴之年快八十了 这不行啊 过去啊 我一直牵扭他 因为他特别有才 我特别欣赏他 我都围着他转 他有啥想法 我就去努力满足 从来都是谦让退让他 可是就这一次 我不能去呀 我还有十年退休啊 对 那退休再去呗 这个十年时间太长了 南方这个风景啊 这个山水啊 对我这个创作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素材 你每年定期去写生不就好了吗 写生你来回这个耽误时间呢 我觉得还是不如在那定居好 那您咱不早在那定居呢 这个得时机成熟嘛 是吧 我觉得现在时机应该成熟了 什么样的时机算成熟了呢 各方面的经济条件嘛 可是你不想想啊 这个三四年 我为你付出多少啊 你整天你就知道画画 不管你的生活上 事业上 全是我在给你打理 就从生活上吧 他画画了 说说需要散心了 我就跟他到桂林去旅游 你看他是专业做书画的 他有时候创作一幅大画 需要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很长时间 有时候就一个月两个月 就没有收入 可是我不管收入多少 他有什么要求 我就带他去 他吧 出去以后 他要求挺高 要吃得好住得好 我都满足他 您花钱 反正就是我来打理他生活 各方面一切 我就让他安心地画画 这几年下来 是不是您也贴了一些钱 贴了不少 但是现在越来越好 在我的帮助下 他的知名度各方面 越来越好 您等于还帮他 除了打理生活 还打理他的这个 画的这个销售是吧 对啊 你看他每天画画 画什么画 画到什么程度了 我都给拍照 并且他画画的样子 创作我都给拍照 他画的画我都配成诗 上个月吧 我是有生以来 最严重的感冒 特别难受 但是他张了上南方 张了得特别频繁 就要去了 我为了挽留他 我就把这个 我写的东西 和他的这个画 我就想做成一本书 我从快天黑 一直做到早晨五六点钟 我想他醒了以后 能给他一个惊喜 等到五六点钟 他也醒了 我把那书的电子版给他看 满心欢喜 结果他看了以后 皱着眉头跟我说 你看你 我现在画的多好 你把几年以前的 我画的你给搁上 他一点都不领我的情 我说你在我的陪伴下 在我的支持下吧 你的画是一点一点的有进展 现在从市场上 从朋友认可 越来越好 不可否认 但是这跟去南方 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直接关系啊 去南方可以更好的发展 而且南方有一些朋友 给我免费提供工作室 你想这么长时间 我们俩相处以后 我们家人 尤其是我父亲 特别的喜欢他 到周六周日啊 就特意安排 我弟弟妹妹开着车 把我们俄北附近 我们秦皇岛附近的 这个好的旅游的地方 就是周六周日 都给他排出来 有我弟弟妹妹 开着车拉着他 为他付出特别多 他为了这个画画啊 他就是什么也不管 家里事 不是 你就让他去呗 你想我这么多年 跟他相伴 就觉得是个依靠 我不想 那你得问他觉得 觉不觉得您是个依靠啊 我不想让他走 我想让他在我身边 自己南方是肯定要去的 你不能总是这样的 束缚我 而且南方那头 朋友给我提供的 这个工作室什么的 不不 条件都是非常好 这个刚才您说过了 我问的其实特简单 您觉得 他跟您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群里关系啊 您不是要去南方了吗 是啊 作为您的女朋友 您是怎么打算的 当然我是希望 他跟我一块走吧 可是我现在 我没法跟你走 过去一直都是我迁就你 我就希望你 这次为我留下来 十年时间太长了 你不能束缚这个 将来去南方发展 你这是耽误 我问问 耽误我 能两地一地恋吗 就是我觉得这挺好啊 他呀 你这个我觉得 你没必要担心啊 说实在的 我们俩在一起 有时候我跟他发脾气啊 他曾经就这么说 他说 我画画需要平静 我需要投入 你让我这样 那咱还不如就分开 每次他一说分开 我心里都特别难受 我就不想跟他分开 所以您是已经下定决心 要走了对吧 是的 是的 这个南方肯定要去的 因为那个我父亲呢 我母亲呢 都是南方人 对南方我有 我有情节 南方我是肯定要去 那种环境 对我的书画 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处境 那种氛围也特别好 这么说吧 您愿意为这个女人 放弃您的事业吗 那当然不能放弃事业了 你看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吧 她就需要那个工作室 我都想方设法 去给她去跑资源 原来吧 我有两套房子 不认识她时候 我把房子租出去 认识她以后吧 我就从生活上 事业上 我全都围绕她 我们这房子就 全是她画画的东西了 听明白了 您舍得离开她吗 当然舍不得了 但是这个没办法呀 你还得做这个事呀 而且会画 最主要就是这个 寻找灵感是吧 不是 我 我是真没搞清楚啊 就今年四十六对吧 您画画画了多少年了 从小就画 画了几十年的画 您要去南方 早就应该去啊 怎么在这个节柜上 就不能再等等了 都等了四十多年 我的意思是 她还得将近十年 才能退休 主持人 这个我要说一下 她跟我说过 她说呀 我的根儿在南方 我在南去的路上 我没想到 在情况岛碰见你 你才让我留在情况岛 四五年 但是我想现在 我还是要南方去 其实我也想跟她一起去 去呗 叫什么亲战 现在不允许 我就想 有啥不允许的呀 让她留下来陪她 那有啥不允许的呀 那我还有一几条路嘛 您陪着去 对吧 感情好您陪着去 感情再好一点 你们两地分居 对吧 异地恋 现在交通那么发达 您放假了去看看她 平常没事的时候走动走动 她总是觉得 她不能离开我一步 因为她总是说这个 丈夫丈夫 就是这个仪仗之内嘛 她是总是这样 说白了 她的生活现在 就围绕您转呗 是是是 那您觉得是高兴呢 还是觉得有负担呢 我当然高兴了 但是你为了去南方 我也是没办法 其实我也是离不开她 这句话是实话了 您是离不开人家了 那就跟着去呗 又回去了 我又去不了 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大姐请问 她走了 你是不是担心 你们俩从此就要分开了 我就是 那你的决定是什么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不说了 谢谢余老师 我听到刚才 我突然有点回过味来了 张老师您今天 是来逼婚的是吧 我希望 我希望能有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大老师 我告诉你大姐 刘先生的确需要你 但后面还有一句话 他更需要绘画 和自由 你说他曾经有一番话 那么地感动你 这番话是这样说的 我的根 在南方 如果不是因为在青荒岛 遇见了你 我不会在这儿多停留四五年 什么是人的根 爱人才是自己的根 爱人在哪 你的根就在哪 显然人家说了 你不是他的爱人 他的根是书画和自由 我不否认刘先生 对你是有感恩的 我也不否认刘先生 在你的 对他的付出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感同身受 他是有的 但是 对于他生命当中的创作来说 你这个 不是最重要 别人没有把你当成 这一辈子一定要 井头一合 志同道合 直至面对死亡的同路人 他只把你当成是一个 生命当中的一个好人 对吧 刘先生 如果一个人内心真正地有你 他会心甘情愿地 为你留下来 甚至不会在这个舞台上 让你在亿万观众面前 要苦苦地哀起 刘先生今天从头到尾 都沉默不语 没怎么说话 因为他觉得无话可说 我说我谢谢你 我又不留下来 我说不谢谢你 我又是个白眼狼 那我说什么 我索性不说 如果你们的感情 真的经得起考验 他也真的离不开你 我告诉你 他去了南方 没两天就得回来 但如果他一去不复返了 请你过好你自己 有尊严的日子 就对了 谢谢老师 可是我 我觉得在我们两个人之间 只有我们两个人感同身受 我想如果他有心 他有爱 他有情 他会为我留下来 他会满足我的 最后再问个问题 现在这个局面 您打算一个人去杭州 对吗 如果能跟他一块去 咱说实话 是实话 只要他辞了职 对 抛弃一切 你还愿意带他去杭州 没错 是这意思吧 没错 行 底牌在这儿了 您仔细琢磨和想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年 我 我也不在这里逼他 我相信 我相信他的心 我还拿我 为他做的那个 那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一首诗 送给他 有一种 欣喜是遇到 是一扇窗的温暖 是一扇门的美妙 有一种安心 是遇到 是一颗折服多年的种子 是心底默默的祈祷 有一种陪伴是遇到 是从新鲜到陈旧的不厌 是青春年少 到茂蝶的苍老 好好好 欣涛 希望你能够 看着我 我为你做出让步 你可以去南方 但是我希望 你凭真心 如果你愿意 在这么多人面前 跟我订婚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还是人笨啊 您就直接跟我亮底牌 刘老师的底牌是 你跟我走 去南方抛掉一切 我们俩开心在一起 对吧 您给张底牌 我没听懂 是说 今天只要他从这个门里出来 跟您求了婚了 在这个现场 他就可以去南方 你心里还有他 你也不会跟他去 是这意思吧 你要留在照顾你父母 就是你接受 一离婚这个结果 是这意思吗 都是成年人 如果你做不到的事 你就别做 好不好 请回吧 谢谢 来我们看看现实生活里 这对恋人 这对恋人 作何选择 来我们先请小花童吧 一会儿我们听他怎么求婚啊 我觉得 我经过考虑了我 我不能割舍你 带我吧 来不着急不着急啊 来 请亮灯 好 打扰一下甜蜜时刻啊 礼物送给你们 谢谢 祝你们都开心就好 谢谢两位 请回 好 好 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温暖 其实是不经意 相遇在人海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